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泽边山田非常吃惊 毕竟这是一个泽边最不甘犯的错误 当便利店的员工打电话给吉英社后 浅田马上去拜访了那个点 在海贼王环梅开始连载前 很多泽边时机尚是反对其连载的 传奇般的龙珠漫画的泽边鸟岛也反对海贼王连载 他认为陆飞的能力仅仅是能伸长胳膊身体 这样的角色不足以当主角 一天 在经过两个小时的针对海贼王 是否要连载的讨论之后 所有的泽边都精疲力尽了 主编鸟岛终于拍板决定连载海贼王 因为他认为 一个褒贬不一的漫画 应该比一片赞誉的漫画更有卖点 以下附的是2018年3月时的泽边浅田访谈语录 当漫画决定连载了之后 伟田对鸟岛说 如果海贼王连载成功了 你要认输 不久 海贼王就取得了巨大成功 伟田在新年聚会上 找到鸟岛 并让他信守承诺 鸟岛说 好的 你赢了 伟田 这下你满意了吧 来源 TBS 2018年3月25日网络广播